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 我是小元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他是作家 也是职业的护士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首先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开播 十二周年 我是水仙 全名赴水仙 符号的符 平常写文章或者发表文章都用水仙这个笔名 今晚非常荣幸被邀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与大家一起分享愉快的时光 交流生活片段与经验 作为基层的医护人员 亲眼目睹和参与了疫情几年的种种实况 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以及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 女流浪者 谢谢 对不起 因为我刚刚一直想的另一个名字是冰心 这个水仙跟冰心挺对的起来的 然后因为水仙老师是一个笔名 但是没想到也是真名啊 那水仙老师呢也是在我们下图华人月刊登过啊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慕名而来 然后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非常喜欢 所以我们当时就会真的许可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就是水仙老师能够加入我们的作者团队 那么在这个接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想祝贺水仙老师的写作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自己的专辑出版了 就是女流浪者 祝贺您 谢谢 然后呢就是这里面的一篇文章叫女流浪者 这个文章呢我也拜读了 就是我 我很有感触 所以呢也想借这个机会 想通过我们电台 就是通过水仙老师亲自的讲述 能够把他的所见所闻 让我们的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 那就是水仙老师您 对自己出版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这本书呢一共44篇 主要是写在医院 因为我在Evergreen Hospital 那个下图 有一个城市叫Kirkland 我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 然后呢就是通过我的工作呢 和病人还有家属还有工作人员接触 然后呢把这些事情都日记记下来 到最后呢都写成文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对我工作也是一种总结 但是对美国的医院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一种记录 我有很多朋友读了这本书 他们都觉得感谢我把医院的事情记录下来 把护士的医护的辛苦记录下来 把疫情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我也非常欣慰能有这种心情 能有这种嗜好 能有这种动力 谢谢你 我们还是从这本书的 就是标志性的这个故事 或者人物开始讲起 就是你描绘了一个女流浪者 那么她其实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非常实际上是有点惨 就是经常去医院 那么后来也是 也就是去世了对吧 然后这个过程 但是呢就是 首先女流浪者 她是自己是没什么钱的 看经常去医院呢 是很花钱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注意到 您所描绘的就是 政府基本上都是免单的 然后呢 这个她这个看完医生呢 又要回回到她住的地方 所谓的家又是大街上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看起来 既寻常又不寻常 就是寻常可能在美国很多这样的人 有不少这样的人 不寻常呢 可能这种事情在中国可能不会发生了 所以呢我一想请您 通过您作者本人就是 尽口跟我们描述一下 这种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情 然后您这么细腻地把它描绘出来 的一些经过 对这个病人呢 我在这本书里面用的是Nancy这个名字 但是她本人也不是这个名字 但是这个人物是真实的 因为她经常回来我们医院 回来了几次 其中我记录了三次 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回家的时候 我说Nancy你回家 她很高兴 我收拾行李 然后准备送她到车上 我说你家里在哪里 回家也没有人照顾 她告诉我 我就回家回到街上 我说你怎么回到街上 回到街上的车里 她有一个小车 她就在那里边住 在那里边吃 然后车就停到街上 这个事情呢 对我触动很大 然后我才写出了这篇《女流浪者》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比较典型 所以呢 就作为我这本书的书名 叫个《女流浪者》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 就是这样的事情 可能在国内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国内首先你付不起钱 那就等死吧 肯定不会给你治的 对吧 然后 这个《女流浪者》 她其实在医院里面 她没钱 好像跟别的病人 也没什么差别 也是有医护人员 有医生给她治疗 这还是我觉得差别还挺大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医院呢 她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因为这个《流浪者》旁边住的就是 也许是什么 哪个公司的总裁 她们治疗 所有的治疗都是 同等的 都是平等的 然后这个 《男性》呢 住在我们医院 这么多次 每一年都要回来一两次 最后 虽然去世了 但她所得到的照顾 是跟平常美国人一样的照顾 而且所有的医疗费 都是政府给的 她不用花一分钱 我收拾她的行李的时候 我发现她身上有 什么 就是那个富士卡 反正都是政府给的 医疗卡 Medicare 一分钱不用偷 然后呢 她被送来 也是警察把她送来的 然后转到我们课 因为她最后得的是癌症 我是在Oncology工作 所以呢 这种病人呢 得到了完美的治疗 我也觉得 我们医护人员 尽了最大的努力 当然这种人也很可怜 也值得我们同情 好 下来让主持人再说些 然后 我知道您就是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做了很多的日记 然后 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见闻 有很多的经历 可以说是 人生的很多经历 就是不寻常的经历 都体会过 是吧 比如说 可能是恐惧也好 然后 紧张也好 然后 当然还有 反正是人生当中 能够碰到这么一次 大的危机 然后您在 公共卫生的最前线 这么挺过来 就是 确实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见闻 对吧 能不能跟我们 就是分享一下 对 对 这个事情呢 是2019年吧 12月 还有2020年的1月份吧 西雅图 最早接收 新冠病人的医院 就是我们 Evergreen Hospital 我当时 记得那时候 中国呢 已经开始发生 这个疫情 而且医院的形 医院的形势 非常紧张 我们呢 因为经常看 这个中国新闻 也了解中国的情况 心里非常紧张 但是在美国呢 美国这些同事呢 好像不以为然 他们觉得 有的同事认为 哦 我们美国是 全世界最发达的 医疗最发达 所以不用紧张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发生 这个事情的时候 医院没有口罩 我们的医院的口罩呢 都公共场所呢 口罩都藏起来 因为本地 就是当地的居民呢 会来拿 但是我们也害怕 影响这个医疗 医院的用品 所以呢 就 就把它都收起来 然后呢 一开始呢 也不允许我们戴口罩 说是 哎 现在这个情况呢 可以不戴口罩 也许我觉得 那时候口罩 可能不够用吧 所以我们都不戴口罩 有一次呢 我觉得人家 他把我分到那个 因为我在oncology 他把我分到那个 疫情区工作 那我就非要戴口罩 但是呢 那个manager说 你不能戴口罩 你不用害怕 我说 你们都不知道 中国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怎么一点都不警惕 他们也不在乎 到最后呢 形势发展得很严峻 当然那时候口罩又回来了 口罩可能也禁了很多口罩 各种情况 各种眼镜 各种口罩 N95都来了 我那时候确实 有一些焦虑症 不是说我一个人得焦虑症 很多人都得焦虑症 有些同事呢 都因此辞工了 不工作了 然后呢 有的时候我们照顾的病人也是 你并不知道 他有这个新冠 你照顾了几天 没有特别的保护你自己 然后呢 最后一天他回家之前呢 因为Nursing Home 要测 就要求医院测试 然后测试了以后 就病人就是新冠的阳性患者 所以我们也心里很忐忑 都害怕给自己传染上 当然作为医护来说 我说 医护 也不是说人人都像 我们宣传那样 都往前冲 也有一种担心 焦虑 这都很正常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事情 都是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新冠的事情 我们经历过了 我觉得人的心里也很强大 都是有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坏事情 但是呢 从某一方面来说 也是一个 不能说是好事情吧 也是对人性的一个测试 也是对人性的一个考验吧 我觉得 也积累了一些很多经验 不管是从个人来说 还是从医院来说 都积累了很多经验 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美国的第一例 新冠那个病人 也在你们医院治疗 然后收诊治疗 然后当初 当初报道好像 他得到治疗还蛮好的 就是各种仪器啊 然后还用了那个 那个最新的药是吧 就是叫韦德什么 忘掉了那个 就是反正是最新的那个 治疗那个 叫杰利德那个公司的 韦德瑞什么 那个治疗的药 好像还没有在别的地方公开用 就是就给第一个病人使用了 然后后来还是康复出院 然后当初你们在 就第一线的时候 受到第一个病人是 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 我觉得好像 它是因为这个发生了以后 是从我们旁边有一个 Nursing Home 有很多老人被感染上这个病 然后就就近就医 最近的医院就是我们 Evergreen Hospital 当时来了以后呢 我们都很紧张 说句老实话 当时呢 也没有给用药 用这么多 嗯 治新冠的药 那时候那个药 好像还没出来 是的 就是如果你发烧 就给Talino 如果你咳嗽 就给咳嗽药 就是像治感冒一样 像治病人 但是这个病传染得很快 对 Nursing Home 也是重灾区 就是 第一例死亡 也是出现在西雅图地区 是吧 那时候 对 然后呢 我们医院呢 很多 呃 医护 当时也感染 一开始 不相信 最后呢 妈妈 也感染了很多 但是一般都 就 你感染了以后 就让你在家休息 然后也是吃Talino 嗯 然后吃咳嗽药 有什么 治什么 不是专门的那种 治 新冠的药 一开始是没有药的 对 然后就是 呃 当你们发现病人 呃 发现这个病还真这么厉害 然后真有人死 然后 那时候 你在 就是作为护士 在这个 亲自会 呃 接诊这样的病人的时候 是不是蛮 还是蛮 蛮紧张的 是吧 哦 我们很 非常紧张 尤其是我 我觉得我都得了 就焦虑症 非常紧张 全服武装 然后呢 戴的 N95 然后 有时候我就戴两层口罩 还要穿那个防护服 嗯 当然最紧张的是ICU 嗯 我们部门主要是 Oncology 但是 到最后呢 就是把别的部门的 病人都转到我们部门 然后腾出来病房 给新冠病人住 呃 有的时候呢 同事得了这个病以后 好了以后 回来工作了 我们还是很紧张 还害怕传染 就同事之间 好像就是很冷淡 好 很害怕给自己传染 同事之间的关系呢 也 因为这个新冠好 也觉得 相互之间都有戒备 不是说 呃 有的 呃 描写的 好像都是英雄一样的 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 我不是英雄 我就写的 也是在这本书里边 就是写的当时的真实情况 和真实心理 没有人不怕死 嗯 不是说你冲上去 因为你 这个条件不允许 我有一阵子 好像忧郁症以后 也有 部门的 呃 同事呢 找领导谈 说我们现在也是焦虑症 你应该 派一个医生来给我们制止这个焦虑症 好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不焦虑 因为你这个设备就不够 当时一开始没有口罩 最后 什么都缺 当然跟中国比吧 我们好像条件当然好一点 但是呢 一开始 还是很害怕的 很紧张 我说老实话 我说老实话 很紧张 很焦虑 然后后来自己有没有 有没有被传染上过这个新冠 我很幸运啊 我在那工作了那么久 没有被传染 因为我每次都打这个疫苗 打了五次疫苗 打了五次疫苗 而且我们部门呢 嗯 我是第一个打 嗯 第一次 第一次的疫苗是我第一个打 嗯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焦虑 有很多美国同事 他们不打 嗯 他们觉得好像对身体不好 或者各种原因吧 但作为我来说 我还是积极 为了这个事情 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嗯 我觉得就 这个打疫苗 就像挤安全带一样 开车挤安全带一样 不是说你打了疫苗 你就不得 但是最起码 你有一个 保障 你不会得重症 会减轻一些 对 当时我就这样想 嗯 我也给同事朋友 都鼓励他们打 也有 朋友的孩子 在美国留学 他们当时来咨询我 说要不要打呢 我说当然要打 你如果没有什么过敏症的话 我觉得还是打比较好 嗯 好 我们 静下整点报时和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十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 是否涵盖最新的COVID-19疫苗 如果没有健保 该怎么办 别担心 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 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 免费接种最新疫苗 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CHIP 儿童健保计划 也涵盖免费的COVID-19疫苗 请浏览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Redmond和Belleville的 小百零幼儿园 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 提供中英双语教学 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 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 每周主题课程 艺术兴趣教育等 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 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 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正在直播的 美国故事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在 Webllby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直播间 迎来了 Evergreen Hospital的护士 也是作家 水仙老师 水仙老师刚刚跟我们分享 他作为护士的一些亲身经历 他的很多经历 他都写在了他的最新出版的书 叫《女流浪者》 这本书里面 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机会 就是让水仙老师亲口 告诉我们他的经历 那就是刚刚呢 我们谈到了 在新冠期间 他作为护士 有一些第一手的经历 就是也经历过恐惧 忧虑等等 就是因为毕竟这个病毒是很可怕的 那么作为医护人员呢 从这第一线呢 确实可以说是英雄 虽然你们自己觉得不是英雄 我们相信你们都是英雄 那么就是水仙老师 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就是新冠期间的经历 我觉得呢 对医院来说吧 医院每个星期都有报道 说这个礼拜 我们受了多少病人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每次看到 在电脑上看到这个报道 我就觉得好像像一个铁刷子 在我心上刷一样 很紧张 他会报道受了多少人 去世多少人 然后在ICU多少人 重症多少人 轻症多少人 这种报道 虽然就是一种 医院必须做的工作吧 但是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说 心里特别紧张 有时候在家休息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交流 大家都很紧张 但是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过了 我觉得现在呢 基本上政府 还是国家呢 都得到了控制 但最近呢 今天呢 我上班下班的时候 他们又开始 在门上 贴上要戴口罩 因为前一阵子 比较松懈 不管家属 还是来访者 可以不戴口罩 工作人员呢 也可以在不进病房 不要不进病房的时候 可以不戴口罩 但是从现在开始呢 今天呢 又贴出了通知 说是又要戴口罩 所以现在呢 我希望大家呢 还是要 在公共场所 在人多的地方 还是要戴口罩 一方万一 虽然说现在这个症状 像感冒一样 但是对有些 老年人 或者有基础病的人 还是不太好 抵抗力差 建议大家 还是要戴口罩 谢谢水仙老师的提醒啊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些 就是美国这个医疗 这个系统啊 跟国内还是有一些的不同 就是至少它不会说 你没钱就不给你治 是吧 就是治病救人还是有的 然后一般来说 特别是像刘拉罕 还有其他 他可能如果没有医保啊 或者说治不起病的人 也不会因为生了一场病 就牵强荡产 然后就等死这种情况 对吧 对 是这个样子的 在美国呢 要不然就穷得很 什么一无所有 然后呢 他又有饭吃 又可以看病 是免费的 最可怜就是我们 中间这些打工的 要要买保险 现在的保险也很贵 又要买保险 有钱的人嘛 富人呢 人家不用担心 第一人家买的保险好 第二人家有 有很高的收入 也不用担心 但是最穷的人呢 也不用担心 所以前一阵子 我和朋友聊天 有的朋友说 现在很多人 国内情况好了 都往回走 回国养老 那有的朋友就说 要是你很穷 没有钱 你就回国 你就待到美国 美国的条件是比较好 而且政府给你 百分之百的付掉了 如果你还是有一点钱的话 那你想回国呢 你就回国 你非常有钱的话 你可以不回国 在美国 有人家说 富人到处都是家 在美国有一个家 在国内有一个家 就是说穷 穷到家了 在美国 政府管理了一切 在医院很多 homeless 因为有很多homeless 他当homeless的原因呢 像女的吧 就是也许离婚 家庭的负担 然后没有工作 像男的吧 很多都是吸毒的 我所接触的 我觉得很多都是吸毒的 喝酒的 才能造成homeless 这个情况 您刚刚提到吸毒 就是 而且美国吸毒的人口的数量不小 然后您觉得这些人来 他本身来说 觉得他们有被治好的希望吗 就是因为有的人 可能吸毒就 就比较 比较颓废 然后可能就 感觉 感觉成了 社会的气候了 然后呢 就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希望 就是 因为我工作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 很多吸毒的 也很难控制自己 再加上政府呢 对这个大麻控制呢 也比较宽松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吸毒的人 很多 而且到医院 这些homeless吸毒的 我们接受的病人很多 比例明显比 很多年前 多得多 嗯 很多是 吸食什么 芬太尼 什么的 然后他们 他们自己有意愿去 接受治疗 或者走出这种困境吗 有没有人有意愿 那可 可能个别的有这种意愿吧 但大部分我看都是 来的时候都糊里糊涂的 因为吸食的过量 或者酒精过量 到这里都治疗 治疗完了以后 还是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送回到街上 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 嗯 就是说你身体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才接受这些病人 我们不可能保证你 不可能保证 你的 所有的 什么 过程吧 政府 但是政府有一套这种办法 或者到把你送到戒毒所 或者 Nursing Home 因为有些人呢 他吸毒了以后身体 还有残疾 所以把他没有送到相应的那种 Nursing Home 或者Rehab 嗯 嗯 进行治疗吧 是 嗯 然后 嗯 您的书里面也讲了一些 很多的 现象啊 比如说中国的老人啊 也 也做到这种 Nursing Home 是吧 然后 嗯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的情况 就是 嗯 这种 嗯 现象是不是 比较普遍 然后 呃 我们华人 应该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华人呢 就是有一个观念 一般情况下 老的话 都是子女在照顾 呃 进 如果要是进 把他送到那个Nursing Home 的话 也许他们就 觉得子女不孝顺 哦 有这种心理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呢 这个 老人 这个老人院呀 各种家庭老人院呢 比较健全 啊 如果家里没有 但是在美国呢 如果你要雇个人在家里 很贵很贵的 嗯 所以有很多 年龄大的人 还是回中国 觉得计划啊 回中国 啊 养老 现在很多这种人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呢 都计划着 到80岁以后 回中国 都有这种打算 或者在国内 租个房子 买个房子 嗯 然后呃 这边的老人院 或者说这个 这边住院的老人 那中国老人 呃 怎么样就是 我觉得这一点 比较好 因为它 有很多家庭 呃 老人院 有五六个病人 或者老年人 照顾 而且有华人的老人员 各种 各种民族呢 都有它的 呃 老人院 像菲律宾人 有老人院 呃 华人 有老人院 还有老人院 讲的是粤语 呃 广东话 这样子都给 老年人呢 呢 制造了非常好的 创造了非常好的 条件 呃 我还是 觉得 中国人嘛 因为 在美国 退休的年龄 呃 比较晚 子女呢 最起码工作到 六十五岁以后吧 所以现在 有一种说法 就是 小老人 照顾老老人 这是很难的 啊 呃 我觉得 有些事情 我们也要想开一点 呃 如果有 好的条件的老人院 如果保险 负一部分 如果付不起的话 那也就没有办法 有很多人就订话 回国 啊 呃 中国人当然喜欢 在家里 靠子女养老 但是也是受 条件的限制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 病人 是上海人 呃 他有两个儿子 都移民到美国 然后呢 呃 他 呃 爸爸呢 不在了 母亲呢 八十多岁了 然后把上海的房子 卖掉 啊 把钱呢 财产都给两个儿子分了 两个儿子当时说好的 说 呃 妈妈从上海来了以后 我们两个人 轮流的照顾 但是呢 呃 有时候 儿子 想的很简单 但是呢 儿媳妇 或者婆媳 关系不好 都造成了很大的 就是说 计划 赶不上变化 赶不上变化 所以呢 他很痛苦 在医院里边 要自杀 当时要买这个 滴滴味 哎呀 哦 这是 我到美国很多年 第一次听到 哦 有人让我帮他买滴滴味 我当时就觉得 心里很不 很难受 我觉得这种老人 太可怜了 两个儿子呢 到医院来看他 也是 两个人也吵架 影响别的 因为中国人 好像一激动 就容易吵架 在医院呢 也影响到别的病人 好 啊 这就是很大的 问题 老太太说 我现在 想回中国呀 你 你能不能 把我带到上海 找一个老人员 啊 我就 跟医生 问这个问题 医生说 像他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有一些 老年痴呆 飞机票 都不卖给他 嗯 所以又回不去 好 所以 很痛苦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请到作家也是职业的护士水星老师来介绍他的经历 那我们前面都只是问了水星老师作为护士的经历 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也会喜欢写作的 然后是是不是从小受到熏陶 然后是不是父母的影响还是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 主要是什么原因 我主要是过去在中国我毕业以西安文理学院中文秘书专业 那时候就喜欢写作在西安晚报发表 上大学的时候在西安晚报校看就发表文章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经常在西华报 乔报 现在主要是在世界日报上经常发表一些散文或者随笔 还有一些邮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旅游 经常旅游 两个月之前呢 我刚回国 从国内回来 这次我们去到了郑州 西安 广州 胡州 一些还有成都 一些地方 觉得现在国内的变化也很大 为什么想到去这些城市好像不是很典型的旅游城市 因为我是一路从上海过来 然后郑州有一个朋友去看个朋友 然后我的家是在西安父母在西安 然后呢又计划的带着父母到成都去玩一玩 然后我们又到广州去看看家具 因为计划呢装修自己的房子 买一些家具 因为现在国内发展很好 不管是各方面呢 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比原来呢发展的快 比原来发展的好 东西也很便宜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就对退休人员来说吧 比较好 没有政治诉求 有稳定的退休金 生活比较方便 衣食住行都比较方便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呢还是比较困难 有很多大学毕业的也找不到工作 我和我朋友在西安的一个大学区 音乐学院附近吃饭 然后我看到那些大学生 穿得都很漂亮 很年轻 很漂亮 然后呢 我同我朋友 他们大包小包都提着 我朋友跟我说 水仙你不要看他们都很时髦 买东西都很痛快 实际上他们花的都是家长的钱 我觉得他的这句话呢 对我的感触很深 现在这个国内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也没有在国内长期待很久 就是一个月 也许看到的就是一些皮毛 但是我朋友他在那里 他说的这句话呢 我觉得都是很真实的现象 嗯 然后您的文学梦也好 或者说 喜欢写作的爱好 是怎么维持下来的 哦 我这个 就是平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 然后呢 这本书呢 也是我在医院 工作 记日记 然后通过日记改编的 一共44篇文章吧 然后我现在也计划 今年年底能出版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主要是邮寄吧 因为这些年呢 我在各个报纸上 也发表了上百篇文章 目前呢 整理了50篇 邮寄 散文 还有一些随笔吧 准备第二本书的书名叫 黑旋风 嗯 李逵 希望大家喜欢 嗯 您提到您 喜欢写邮寄 然后就是 你最喜欢去的 地方是哪里 哦 我们喜欢 我和我先生喜欢 cruise 邮轮 哦 我在美国坐邮轮是吗 对 在美国坐邮轮 到目前为止 已经坐了有15次了吧 15次 然后哪 哪条路线是你最喜欢的 我们最喜欢是到欧洲 哦 地中海 要多久啊 各种 不同的 最短的七天 嗯 最长的我们坐过15天吧 哦 嗯 嗯 因为你坐有些 坐邮轮吧 有些地方 就是 不可能达到的地方 也能 到那里 嗯 而且你不用操心 衣食住行 他们都管了 是吧 嗯 嗯 也比较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 我们也是 找最便宜的 最方便的 也根据自己的假期 因为现在还工作嘛 啊 根据自己的假期 嗯 去旅游 再一个旅游的方向 就是我们 有一个房车 嗯 每年都开的房车出去 嗯 我们最远跑到那个 嗯 加拿大东部 嗯 这么远 扭新兰岛 嗯 哇塞 要开多久啊 我们来回用了30天吧 哇塞 所以我也写了很多日记 嗯 然后呢 邮带把它改成 就是 邮寄 嗯 有很多写出来 也发表到报纸上了 是 是 嗯 然后呢 就是喜欢这个 钓鱼 哦 我们最近经常到那个 啊 哥伦比尔River 嗯 钓那个 石鱼 那你们 你们钓鱼的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可以吧 嗯 钓的鱼都可以 带回家吗 哦 这个 钓这个美国石鱼呢 它 有一个好处 就是没有 数量限制 没有大小限制吗 没有大小 没有数量 嗯 因为这个石鱼呢 它是 吃这个 沙门鱼的鱼子 哦 所以就 相对的破坏 这个生态环境 哦 破坏这个沙门的 这个生态环境 嗯 所以呢 就政府允许 随便钓 所以人就变成 石鱼的 食物链的上端 对对对 嗯 嗯 我们为这个 为了这个钓鱼呢 我们还 反正开房车 到那住两天吧 然后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嗯 最近 有一个公众号要发表 叫 哥伦比亚之梦 就是钓鱼 嗯 哥伦比亚之梦 钓回来 烧鱼吃 对 然后回来以后送朋友 嗯 亲朋好友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南方人比较喜欢 嗯 因为这个鱼的刺比较多 嗯 北方人一般嫌麻烦啊 也吃不了 那这个 这个鱼好钓吗 它是 哦 这个鱼 一下就上钩了吗 这个鱼因为它是回流嘛 哦 我们在那个水坝啊 嗯 在这个 华州一个 温克沃 嗯 旁边 哥伦比亚河很长的 所以在这个水坝 边上 嗯 就 就有很多 是吧 很多人 人很多 嗯 一般情况下 甩上两三竿子就能 就能钓上 不需要很大的耐心 就是 哦 要从早钓到晚 哦 也很辛苦的 嗯 因为你要甩钓 甩钓 我那个文章里面都写了 你要想钓到呢 你要甩得特别好 甩到 三十 然后甩得很直 嗯 然后你脚的时候 要数number 数到十 往回脚 一定会钓到 看来是个技术户 对 我给朋友也 钓了很多 嗯 看来你的生活很丰富哦 你也很辛苦 是吧 钓鱼也很辛苦 吃鱼应该是很享受的 对 旅游也很辛苦 嗯 嗯 我们到地中海 到北欧 都去过 墨西哥 中国的长江三峡 是是是 嗯 对 所以您作为作家 这个生活 来自生活的素材很多 对 但是他们 我们有一个 文学笔会 嗯 美国西北 华文笔会 嗯 他们都很羡慕我 因为 羡慕我在医院工作 嗯 因为很多素材 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 嗯 病人来自不同的国家 啊 职工呢 同事也来自不同的国家 所以呢 就有不同的文化 啊 撞击 嗯 嗯 这个您提到这个文化冲击 这个 高雅西奥克就是有没有特别的 你影响深的例子 哥们 哦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单位 疫情以后呢 我们单位有很多 啊 非洲裔的 故事 嗯 从东部来 嗯 做那种 traveler 对 他们会不会比较节工尽力 就是要的钱都干得过啥 啊 对 要很多钱 嗯 但是呢 就是美国这个种族歧视呢 我觉得还是 很严重 他其实是 现在是反 变成反向歧视了 是吧 就DI了 然后 为了inclusion 然后 就是不管他好不好 就把他弄进来 是不是这样子 呃 反正还有很多问题吧 嗯 我觉得黑人同事呢 就是说非裔同事呢 也比较敏感 嗯 有时候我们领导是个白人 有时候稍微说话不注意 或者什么事情 啊 把 这个 非裔得罪了 非裔也很 也很痛苦 嗯 有时候跟我聊聊天 有一个非裔就跟我聊聊天 我 我就劝他 我说 呃 你不要这样想 因为呢 呃 也有非 非裔的病人 炒鱿鱼 把我炒掉了 嗯 所以这些事情呢 都 时有发生 你首先不要太自卑 嗯 你要自强 你把事情做好 别人不会说你 是吧 这是 要有自信 不管是哪个民族 都要有自信 对 对 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 是的 是的 我们单位的同事呢 有十几个国家 来自不同的国家 嗯 挺好意思 首先 首先 首先有自信 我这本书里边呢 也有一篇文章 写到这个 歧视的问题 嗯 叫亲爱的生活 嗯 嗯 当时有 有朋友看了以后 也觉得 蛮好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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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自信 对 对 就是 您的工作单位就是有这么多种族的人 所以是 他们会跟你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呢 家里的事情 对对对 他们会 嗯 会的 有一个亚裔的老太太就讲 他女儿 找了一个印度人 嗯 文化怎么不一样 嗯 心情怎么不好 嗯 我就劝他 想开点 嗯 想开点 嗯 儿女自由 儿女父 是 是 是 嗯 真的太 太丰富了 这个 对 今天讲了很多 对 对 所以 我也 我也 我也建议我们听众朋友 就是有兴趣 呃 阅读那个 随仙老师的书啊 就是 现在已经出版的是 就是女流浪者 然后接下去 他还要计划出一本 呃 游记 居多的 那个 为主的 呃 飞旋风 飞旋风啊 然后 呃 这里面有 他很多的精彩的故事和心得 呃 我们非常 今天非常感谢 随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呃 他 呃 作为一位 呃 职业的护士 呃 呃 作为几十年坚持 比根不止的作家 呃 呃 这些年的 所见所闻 他更的心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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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随仙老师您 跟我们说一句话 谢谢你 呃 非常感谢苏台长 能给我这次机会 呃 让一个普通人 有表达 机会啊 呃 呃 希望自己以后呢 呃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做一个有内涵的人 好 共同进步 谢谢苏台长 好 谢谢随仙老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